哇!各位鄉親父老 所拜第一 又令到一年一度的 雙十一節 知不知道是什麼節日啊? 是獨棱節 又沒有女兒啊? 傻小子 我...我都沒有女兒 希望我都過冬天了 我沒有女兒啊 你也沒有女兒啊 不要黏住 放手啊!放手啊! 死獨棱 啊! 啊! 阿屁阿屁! 光棍節不是我來助就人的 光棍節是個喜慶的節日 江棍節是中國的傳統節日 有一個網站專門為你這群獨男而設 就是 就好了 總之今天呢 就有很多優惠 就讓你這群獨男 窮男 就發信任 說不定找到這女兒呢 我現在很努力的 其實江棍節 有什麼可怕 對於獨男來說 又是江棍節 所以 要教大家一招 視線主義大白 中國有江棍節 其實日本 都有百歷之尖 哈哈哈哈 百歷之日 是江棍孤力果在平成11年 11月11日創建的 而且每年的11月11日 都會舉行盛大的紀念活動 由於百歷之餅的樣子 就好像一字一樣 所以紀念日 都會選在最多一字的日子舉行 嗯 百歷之餅真的很好吃 而且百歷之日呢 是日本紀念日月會 靈定的紀念日 來的 大家是不是覺得心境開朗了呢 只要有了它 江棍節都變成聖誕節 哈哈哈哈 我死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其實聖誕節舞的女 更濕就是江棍節舞的女 其實讀一個更開心 不用等你講 媽媽說不可以說粗口 不是她不幫你淘寶的 關你什麼事呢 多其他方法都用不著的時候 就用這一招 啊 打飛之 這個方法又方便 又環保 還要很高效 阿謙 當你打一隻不夠的時候 打第二隻 打第三隻 打第三隻 被你支過來 啊啊啊 救命啊 打完出一身汗 接著睡覺 第二招 你又一條好汗 好累啊